谢谢大家 阔别三年 程磊终于得以反澳 与家人团聚 你好 首席 什么荣誉 我非常感兴趣 因为你和所有的团队 在DFAT 我能够成为这一部分 星期三晚间 程磊发文感叹道 在春天的阳光下 拥抱我的孩子 现在我可以看到 整片天空了 感谢澳大利亚人 2020年8月 中国司法机关 以涉嫌泄露国家机密为由 将时任CGTN主持人的成蕾 积压扣留 而在程磊归家之后 11号晚间 中国外交部表示 程磊为自愿认罪 是服刑期满被驱逐出境 对于中方的说法 程磊遭到扣押时的 时任总理莫里森 不以为然 但无论如何在外界看来 城磊重获自由 对澳中关系都有正面影响 这个双边关系的回答 它是在一个非常稳定的轨道上走 中方他可能权衡利弊来讲的话 哪件事情是他们在澳大利亚总理 这个访华之前就可能所做出的一个类似姿态性的事情 它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同时这也敲开了总理阿尔巴尼斯访中 以及后续两国高层定期互动的沟通大门 我认为大概率是在10月底到11月初 也就是应称这个50年前 就是1973年当时会特拉姆访华那个时间 两国之间这种高层的这种沟通机制 尤其是各种对话 应该会恢复一个年度化 或者是定期化的 比如说每年一次或者两年一次 不过目前中国仍关押着另一位澳洲公民杨恒均 其有人希望总理访中期间能够推进事件进展 也让杨恒均早日获释